早晨 欢迎大家回到我Learn with Tom Lee的一字直千金 我们继续广东话、粤语的结合语、理语、俗语、格言、针言等等的大合习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记住按下的subscribe button 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现在开始讲广东话 第一句跟大家讲的就是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世上无难事 其实这句说话与现实刚刚相反 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困难 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有一些人觉得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当他们做那样东西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困难所在 所谓知以恒难就是这样的意思 例如很多人觉得炒一碟菜是非常简单 但是当他们做的时候 他们真的拿手不成绩做不到 我们之所以有下一句 只怕有心人 是解释了 其实世上的事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 只要一个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有心人 如果我们要做那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很有决心 而当我们有决心 其实所有问题 我们都会迎刃而解 逐一解决的 这个就是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努力成功在忙 成功就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但是我看到香港人将这句说话 改成世上无难事 只要有银质 因为只要你有银质 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钱解决到的就不是问题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口头舌 知以恒难大家又听得多了 但大家有没有听过知难恒二呢? 知以恒难的意思就是一般人很小看事情的困难 觉得所有东西都很简单的 举个例子 有些人觉得做一碟羊粥炒饭 很简单而已 把冷饭放进锅里 把材料放进锅里 炒一下炒一下炒熟它 就是一碟的羊粥炒饭 搞定 但是当他们做起来 他们就会觉得很困难 究竟我应该先下饭 先下油 锅炒到多热才下菜 如此类推他们会觉得做起来就很难 这个就是知以恒难的意思 但是我就觉得知难恒二 也都有它本身的道理 什么叫知难恒二呢? 当我们想做一件事 例如我想做一个医生 我知道做一个医生很难的 又要读很多书 读好英文 研究医术 浪费很多时间 不可以去拍拖 不可以看电视 我知道是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我很有心去做一个医生 我真的很想去做一个医生 我就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去读书 更加看多些书 别人去拍拖 别人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躲在家里读书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是很难的 所以当我做了这么多准备功夫 去考医生牌的时候 我考试是比其他人容易得多的 因为我真的有努力读书 其他人去到考试市场 诶 原来那个试题是这么难的 所以他们就考不到 我就考到 那我们就变成是恒二 这个就是知道善事的困难 不去看小件事 然后去努力去做那件事 就形成了知难恒二 这样解了 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 广东的童谣 就是落大雨水浸街 这个童谣的原文出处 我已经找不到在哪里 如果大家找到的话 大家可以传个email告诉我 我现在看这个就是1985年 流行歌手曾荣言用这个素材去普遍 并添加了沙拉拉引子歌曲出版后十多年 得到已故的广州音乐人 赖港益先生将这个歌曲改编为合唱歌曲 在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 也都得到很高尚的评价 我们看看这一首童谣 经过改装版是怎样的样子 落大雨水浸街 阿哥丹柴上街卖 阿嫂在家穿花鞋 花鞋花蜜金腰带 珍珠蝴蝶两边排 排排都有十二粒 粒粒原谅没瑕疵 落大雨没浸街 这是加了城市规划的意念 所以落大雨都没浸街 街道建设好安排 将坑渠整好了 连蚊枝斗口都塞了 落大雨没浸街 阿嫂她出街可以穿花鞋 花鞋花蜜金腰带 珍珠蝴蝶两边排 排排都有十二粒 粒粒原谅没瑕疵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童谣 你也可以试试普曲然后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首唐诗出来的两句名句 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出自灯灌着楼 黄之换唐诗一首五言绝诗 其实诗句的体财方面是有律诗和绝诗 也都有七言或者五言 所谓的律诗就是一首诗里面有七句的额韻诗 而绝诗是有四句的额韻诗 而五言就是一句里面有五个字 七言是一句里面有七个字 而黄之换这首诗是一个五言绝诗 也就是说有四句每句有五个字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是在这种意境之下作这首诗的 是站在灌着楼上一望 看见白色的太阳 猛烈的太阳 依靠着三边慢慢落下去 黄河里面的水一直奔向大海 向东流 这两句是说 无论你的太阳有多猛烈 你如日中天 你河水有多奔腾 你始终都会归向大海 而太阳始终都有落山的一日 如果我们想看到更远处的景物 就要更上一层楼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得到人生里面更加丰盛的成就 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 例如读多些书 努力学习 而向上爬 就是更上一层楼 明显地这两句是 勸喻一些的学生哥 或者勸喻一些的人士 如果你是想生活好些 你就一定要自己更加努力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揭后语 就是留给謝荆州 那答案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看一个故事 话说在东岸末年 斥壁之战之后 刘比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就向东吴借了荆州来注册重兵 后来东吴数次吹速刘比归还荆州 而刘比都以种种的借口一再拒绝 因为由头到尾刘比都没有打算归还荆州 在历史上荆州原有是七郡 包括了京南四郡 长沙郡、宁宁郡、桂阳郡、武陵郡 以及京北三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 而斥壁之战之后 曹操只是保留了南阳郡、江夏郡小部分 和南郡商阳地区 后分为南阳郡的南部和南郡商阳部分 设为商阳郡 刘比占有了京南四郡之后 宣权则占领了下江郡大部分 和南郡江历部分 然而刘比屯兵在荆州发展 占领了京南四郡 而遭到曹操隔着南郡 甚至西晋、益州都需要借到南郡 所以南郡对于刘比集团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 于是刘比两次向宣权提出 暂时借了南郡、江宁给自己 而宣权方面 如果借出南郡 可以让刘比集团 替他分担曹操在荆州方面的压力 也有自己本身的好处 从而能够全力守护扬州 所以刘比借南郡 其实算是东吴和刘比集团 相赢的局面 在老叔的劝语之下 老叔是东吴的一个谋财 就好像朱角亮是刘比的一个谋士一样 宣权暂时将南郡、江宁部分 是借给刘比 让刘比则让出长沙郡一部分 后来宣权撤为汉昌郡 所谓预付了利息 于是刘比就有了 荆州五郡、长沙郡、宁霞郡、桂阳郡、武宁郡和南郡 得以北抗曹操、东和宣权 实践了降中对策的政治谋略 但是这句缺后语留给借荆州 而留给一直都不会归还荆州 后人就将这句缺后语写成 留给借荆州 一借无回头 好了 这一集的广东话和粤语的粹语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回再分解了 Adio hasta luego 善惨 增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